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協黃的籃球世界 帶您每天瞭解最新最有趣的NBA事件 NBA新賽季正式開打還剩兩個月的時間 但是聯盟已經公布了下賽季的賽程 並且開始為揭幕戰和聖誕大戰造勢 對於30支球隊來說 在經歷了兩個賽季的動盪後 他們終於重回正軌 而金鐘勇士在接連兩個賽季 未能殺入季後賽後 也將迎來陣容最為起整的一個賽季 他們重新搭建了昔日爭冠的F4組合 又迎來波特等人加盟 再加上決定勇士上線的三大新人 勇士完全能在即後賽 有一番大作為 但是勇士想要擊敗胡仁、絕金、爵士這樣的一流強隊 還需要一定陣容補強 其中勇士在後衛線需要增加一名 具備持球攻擊能力的後衛 緩解酷裏的持球壓力 其次在內線上勇士需要尋找一名總冠軍級別的中鋒 但是考慮到勇士身背巨大的奢侈稅 老闆拉個步並不打算讓薪資空間繼續膨脹 勇士只能在現有的陣容上進行交易、尋求改變 美媒《NBA Analysis》今日爆料 勇士可能會與國王發生一筆一換二的交易 其中勇士拿出威金斯交換國王後衛希爾德 以及內線特里斯坦、湯普森 顯然這筆交易如果發生 勇士的爭冠概率將大幅度提升 對於勇士而言 威金斯確實在上菜季有了長足的進步 在側翼上已經展現出頂級的3D屬性 三分投射以及防守都來到一個新的高度 但是他的表現相較於3000萬的年薪 稍微有些高薪低能 在格林和水花兄弟不能動的情況下 勇士只能從威金斯身上尋求改變 同時勇士在封線上還有選擇 庫明嘉是一個攻防兼備、身體天賦炸裂的前鋒 美媒認為庫明嘉是這屆最好的前鋒 而且他的三分也在進步 勇士管理層對他給予了很高的期待 由於已經在發展聯盟效力了一個賽季 算得上是一名極戰力球員 勇士完全會讓庫明嘉尚未取代威金斯 希爾德是外線三分能力出色射手 擅長各種幹拔三分 1米93的身高 擁有2米06的避轉 能夠發展成一個中等水準的防守者 投籃能力相當出色的 中遠投 中間能力強 有一定的大心臟能力 穿球能力聯盟平均水準 儘管希爾德難以成為哈登那樣的雙等位 但是在勇士帶領替補就顯得非常奢侈 他的得分能力顯然能夠將勇士的替補席 拉升一個檔次 TT·湯姆森休賽期被送到國王 目前國王內線囤積太多中鋒 TT·湯姆森的季後賽經驗在國王發揮不到最大的價值 他應該去缺少內線的爭冠球隊 上賽季在對陣籃網的季後賽中 TT·湯姆森場均10.4分 9.8籃板 保持70.6%的命中率 讓籃網的內線苦不堪言 他加盟勇士簡直就是雙贏的選擇 那麼國王在這筆交易中能得到什麼 希爾德與國王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 前者與國王的合同到2024年才到期 但是國王顯然已經將他踢出未來版圖中 希爾德在國王雖然拿下準時期價5加4的數據 但是他沒有展現出雙能位的實力 很難成為其他球隊的首發得分後衛 2000多萬的年薪有些以下 而魏金斯還年輕已經呈現頂級3D測意的屬性 值得國王去期待 對於國王來說 這也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儘管勇士在交易後 薪資空間會有一定漲幅 但是明年TT·湯姆森的合同就將到期 勇士完全可以與其簽下一份老匠底薪合同 而魏金斯的離開也給了庫明嘉上位的機會 這也和勇士管理層的艦隊理想符合 爭慣培養新人都不耽誤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美媒列出了新賽季NBA十大空位 勇士隊當家球星庫里高居榜首 利拉德緊隨其後 保羅第五 魏少勉強排第十 在上賽季 庫里打出了職業生涯最佳的表現 場均可以得到32分 5.5籃板 5.8助攻 1.2強段的全面數據 投籃命中率達到48.2% 三分命中率42.1% 並且還再次當選得分王 因此庫里能夠排在現役空位榜首也是實至名歸 接下來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球迷們比較關注的消息 首先是狼網隊雙喜臨門 隨著NBA新賽季的賽程已經公布出爐 在近日 博彩網站也先後開出了新賽季的勝數場合奪冠賠率 而狼網隊則全部處於領跑 在新賽季 各支球隊升場數開盤 狼網隊以54.5位位居第一 在新賽季的NBA奪冠賠率中 狼網隊也是高居榜首 呼人緊隨其後 上賽季 總冠軍得主熊路位居第三 從這 足以看出 狼網隊將是新賽季 最被看好的球隊 對於這份榜單 各位你們怎麼看 按照全員健康的話 確實 狼網終究還是那個進攻最強的 但是打狐人和熊路就一定有勝算嗎 目前來看不見的 熊路已經不是上賽季的球隊 已經有冠軍底蕴 虎人雖老 但老兒迷奸 前三幾乎不分伯仲 然後是哈登新決定 據NBA記者Jordan Schatz 報導 狼網雄星詹姆斯·哈登 已經和前經紀人Jason Rainey Traffic Fields分道揚鑣 Rainey和Fields就職於沃澤曼體育經濟公司 他們在上賽季受到了哈登的僱傭 並協助哈登通過一筆四方交易 從火箭來到了籃網 實現了和阿渡 歐文並肩作戰的心願 同時 消息人士透露 哈登將聘用好友洛倫佐 麥克勞德擔任新經紀人 雖然麥克勞德此前就在哈登的經濟團隊中 但他並不是相關專業出身 且工作經歷尚險 從業績和工作表現上來看 Rainey和Fields還是挺不錯的 甚至可以說是可權可點 那麼哈登為什麼要轉而牽下 相對來說不那麼專業的麥克勞德呢 主要因為是哈登現在情況已經穩定 像他這種級別的球星找誰當經紀人都一樣 想留隊 球隊也續約 其實根本不用談判 直接按照規則範圍內最高標準來 線下的商業活動 誕言啥的也是源源不斷 完全不用擔心 再加上哈登是一個十分看重兄弟情義的人 正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 把崗位留給好友可以得個大人情 掙個好名聲 何樂而不為呢 接下來 我們再來說說150萬天價球衣 據美國體育記者報導 魔術師在1980年總決賽穿過的簽名球衣 在今早以150萬美元價格賣出 1979-80賽季是魔術師約翰遜的新秀賽季 他場均拿到18分加8個籃板加8次助攻加2.4次強斷 命中率53% 唯一一個從1號位打到5號位的男人 在他職業生涯第一年就帶領胡人隊打入總決賽 總決賽期間 他甚至打起了中鋒位置 最終拿到總決賽MVP 成為歷史唯一一位在新秀賽季就拿到FMVP的球員 150萬的簽名球衣交易價格 富人的世界真的搞不懂啊 最後 再來說說老詹 北京時間8月23號 美媒曬出了詹姆斯的季後賽成就 8項數據已經衝到歷史第一 這8項數據分別是季後賽勝場數 季後賽總得分 季後賽總搶斷數 季後賽總進球數 季後賽總罰球命中數 季後賽總出場時間 季後賽壓哨絕殺 以及季後賽總制勝球 不得不說即將37歲的詹姆斯 已經成為NBA賽場上的一個傳奇 對於一名NBA球員來說 37歲是真正的高齡球員了 要麼退役 要麼成為角色球員 但詹姆斯 依然是一個球隊的核心 此前有美媒曬出詹姆斯 和字幕哥的近三年數據 表示詹姆斯已經比不上字幕哥 但很快有球迷指出 兩人之間相差了10歲 詹姆斯在這個歲數 還能和正在巔峰的超級球星數據相比 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我們在巔峰的超級球星數據 在巔峰的超級球星數據 詞姆斯 出現